如果有什麼煩惱的事 可以找我商量Kitty 可愛又夢幻的卡通人物 Hello Kitty风靡全球 不只出卡通 还成为观光大使 替山梨县宣传观光 只要和Kitty有关的产品展览 几乎立刻早秒杀 现在更剩价高达数十亿美金 现在代理公司 赶在这波卡通人物 拍电影的风潮 决定包括宣传费用 斥资75亿台币 要让Kitty要上大荧幕 预计在2019年上映 我就是你们人类最好的朋友 出狗啊 抢宫卡通人物市场 台湾的Open小将 也不是省油的灯 首部真人家动画的卡通 要在暑期上映 Open小将一个超萌的眼神 立刻抢过演员们的风采 也让电影还没推出 只有备受矚目 什么时候 有什么邪魔性 没有 那不是邪魔性 那不是邪魔性 抢在暑期上映的小小兵 怨滚滚的模样 甚受小朋友喜爱 这次终于独条大梁 推出首部曲 不过却因为部分内容 涉及偷窃 被列为保护级 恐怕将影响票房成绩 大小朋友的共同回忆 侏罗级第四集 推出后就作用票房冠军 不过一样也是 6岁以下的小朋友 不能看 也让好多家长伤透脑筋 接着 陈震茂 郭馨婷 台北采访报道